中秋节应景吃柚子 但是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如果两者一起吃 恐怕会产生交互作用 药物和柚子混搭吃 或是前后吃通通不行 有阿嬷长期服用降血 只要一天又吃两三颗柚子 差点就引发恒文肌柔解症 也曾经有慢性病患者 吃药再吃柚子 结果下半身瘫痪 造成他的代谢变脉 因为柚子是云香科水果 含有福南香豆素 这个成分就会抑制人体代谢药物 最主要就是让这些药物 在我们的血中浓度会增加 让它的代谢减少 所以造成这些药物的毒性 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增加 哪些患者吃哪些药得特别注意 吃降血脂药 碰到柚子可能产生肌肉酸痛 严重一点恒文肌溶解症 安眠药则会晕眩睡昏昏沉沉 心脏病患曾中风患者 平常是杠磷血剂 搭配柚子可能导致中风出血风险 高血压患者吃降血压药 再搭配柚子 血压反倒会加速下降 引发心脚痛甚至心肌梗塞 但这些都是针对慢性疾病 这些交互作用都是慢慢累积 如果是短期服用药物的人 也要特别注意 那这些短时间服用药物 我们也特别需要注意 像例如像什么 像抗生素类的红莓素 还有像一些抗霉菌的药物 还有一些像一些止氧抗过敏 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的话 柚子我们尽量不服用 药师说吃药再持柚子 建议间隔6到8小时等药效结束 但因为慢性病药是长期服用 柚子还是建议少量吃一两片就好 甚至是完全避免才能够安心过中秋节 TV新闻小明镇 谢平台北报道